现年30岁的前TVB主播梁凯宁 Maggie一向样貌身材兼备成 网民追捧的对象 他2019年离职后 现身兼多职 除成一位职业的言语治疗师 又成立一间广告极致 公司 缓身兼节目主持 兼职大学讲师 近来更努 经营社交平台做客 他一经常到访世界各地 最近与两位型男首次到冲绳 大晒所抱向 不过往 却直指其身材有变 梁凯宁昨日23日在社交网大 低胸贴身短裙向 而且是特别凸显身材的横 真知群 配上白袜白球鞋青春可人 又背上鞋灭 可谓洞悉粉丝需要 非常贴心 原来他与两位型同行 其中一位是哥哥与嫂嫂结伴 另一位则是表哥 四人都玩得非常开心 分享了很多吃喝玩的照片 照片中所见 梁凯宁吃了不少垃圾食物 每是汉堡 炸鸡及薯条 又见他大吃雪糕 可能因放松了 有网民指他似 比以往有点肉肉的感觉 指他比以往当主播时胖了 其实梁凯宁不识语 人同游日本 但之前在一个禁欲现实动态中已出世 有网民发现全裸上阵的他 疑似在浴缸的面手柄中反光录点谢春光 有网民则认为有可指示手臂或膝头 至于今次被指身材有变 他套大部分照片由嫂嫂负责拍摄 为之是否拍摄角 所致星岛申诉网100集诞生 之我最喜爱影片票选 6月16日至6月30日 玩游戏赢取总值超过10万丰富礼品 可点击投票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